以下是与哈佛哲学家肖恩·凯利的对话,他专攻存在主义和心灵哲学。 这是Zack Friedman播客,如果想支持我们,请查看描述中的赞助商。 现在,请听我的与肖恩·凯利的对话。 您的兴趣在于后大陆欧洲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 那我问一下,对您来说,存在主义是什么? 这是个难题。 我正在教授存在主义课程。 你是吗? 是的。 文学与电影中的存在主义很有趣。 我想,关于存在主义的传统观点是,它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一个运动,主要涉及法国哲学,一些德国哲学,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包括让保罗萨特、卡妙、西蒙娜·德伯夫娃,也许还有马丁·海德格尔,但这样说其实有点奇怪,因为大多数人都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 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个历史更悠久的运动。 所以,当我试图描述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时,我发现这个思想在这些人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萨特会说存在主义是一种观点,即不存在上帝,至少在他的形式中,他称之为无神论存在主义。 没有上帝,既然没有上帝,就必须有其他的存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否则生活中就不可能有任何意义。 而这个存在就是我们自己,根据萨特和其他存在主义者的看法,将我们置于能够扮演那个角色的位置的特征是,我们是那些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 这是存在主义的口号,然后,您必须尝试理解它的含义。 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存在的状态? 什么是先于? 没错,那什么是存在? 什么是本质? 什么是先行? 其实,先行是萨特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其他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以下是萨特的观点。 我认为,这不是最有趣的思考方式,但它可以让你有所启发。 萨特认为,在你开始存在并开始生活之前,关于你的存在,没有任何真实的定义。 对于萨特而言,存在的核心特征是做出决策,选择你人生道路上的方向,并通过决定去做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来表明自己就是你。 而且,对于萨特来说,正确做出选择的关键是要充分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你做出选择时,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对此负有责任。 所以,你不是因为上帝告诉你做这个选择,或者因为某种关于该做什么的功利主义计算告诉你做这个选择,也不是因为某种其他哲学理论告诉你要做这个选择。 在做出决策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依据,除了在那一刻,你是做出这个选择的人,你是一个有意识的思考实体,做出了抉择。 因此,关于物理学和自由意志的所有疑问都不复存在。 没错,如果你对心灵是决定论者,如果你对心灵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除了受物理定律支配的脑部活动之外,没有其他成分,那么你似乎并不是做出那个选择的基础。 做出那个选择的基础是物理宇宙和支配它的法则,而你则没有责任。 萨特的观点是,我们和上帝一样特殊的地方在于,我们负责成为做出选择的实体。 萨特认为,这同时是一种负权和可怕的感觉。 我是说,他实际上把我们置于上帝的位置,但同时也让人感到恐惧,因为责任重大,你怎么可能承担这样的责任呢? 而他认为,情况比这更糟糕。 他认为,一切都在不断发生,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你做出的某种选择的结果,从你做的姿势,与别人交谈时,是否注视对方,将别人说的话记下来还是不记下来, 每一个选择都表现出,你作为一个主体的存在,你对所有这些选择负有责任。 因此,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 此外,关于你的一切事实,都不独立于你所做的选择和行动。 因此,你不能说,萨特举的例子,我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还没有写出我的伟大之作。 如果你还没有写出你的伟大之作,那么,你就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这让人感到恐惧,由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观中说,人类被判定为自由的存在。 我们的自由在于我们能力和我们通过做出选择和成为某个人的责任。 我们不能逃避这一点。 但对他来说,这是可怕的,而不是解放的积极意义。 好吧,他认为,这应该是解放的,但他认为,只有非常勇敢的个体,才能从中获得解放。 我认为,尼采也有类似的想法。 我认为,萨特实际上是出自尼采式的传统,但如果他是解放的,那么,其中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是可怕的。 因为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你自己存在的基础,通过存在而成为你所做的事情,从而成为你自己。 这是存在主义的一种形式,是一个严峻的无神论版本。 还有很多其他版本,但它们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思想组织起来,通过生活,成为你自己。 这不是关于你的事实,而是独立于你生活的真相。 但在这种观点中,没有上帝,做出任何决定都无所谓了吗? 那么,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有何不同? 好的,好的,非常好的问题。 你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提问,让我把虚无主义放在一边,先思考一下重要性或者说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批评某个人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处于存在主义中呢? 包括批评自己,包括批评自己。 是的,萨特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是的,有一种批评, 你可以对自己或他人提出,并且这种批评是生活方式的责任心不足。 他给出了两个惊人的例子,其中一个并不。 我不知道他是否像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巴黎读起来那么好,但他是关于一名逝者的。 他在他的大部作品《存在与虚无》中引出这个例子。 他说,在巴黎社会中,逝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成为一名逝者需要具有某种身份认同,具有某种服务精神,并掌控好顾客的用餐体验,同时也是对此有充分权威的人,知道应该如何操作。 因此,萨特想象了一个逝者,他做了所有逝者应该做的事情,是完美的逝者,唯独你能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他所做的事情,是因为他相信这就是逝者应该采取的行动方式。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的行动责任推卸给了一些他对这些行动应该采取的想法。 他没有承担责任,只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的轮廓是由别人而非他自己预设的。 所以,他开始表现出虚伪行为,这是可以被批评的,因为这是一种缺乏对萨特所认为的存在方式的责任心的行为。 所以你不想承担责任,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想,如果你曾经遇到过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你就会知道有人会这样做,青少年会试着扮演不同的角色。 他们认为,如果我穿成这个样子,我就会很酷。 所以,我就会穿成这个样子。 或者如果我说话,或者行动像这样,也是一样的。 对于一个正在试图找到自己身份的青少年来说,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你继续这样做,那么你真的是在逃避责任。 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给出的另一个例子,并不是通过假装别人是你选择的基础来逃避责任,而是通过假装你可能可以完全不做出选择来逃避责任。 所以他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的选择的结果。 他给出了另一个例子。 在第一次约会中,夜晚到达一个可能适合一个人握住另一个人手的时刻。 这就是你所处的约会时刻。 所以你要做出选择。 你决定,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然后你牵起了他的手。 根据萨特的观点,此时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另一个人也应该做出选择。 要么拒绝手,表示不是现在,我对此负责,或者紧握住手。 这是一个选择。 但有时会发生一件事,那就是另一个人把手留在那里,冰冷,死气沉沉,既不拒绝也不拥抱。 萨特说,这也是虚伪,这也是在扮演我们不是的一种存在方式,因为他假装我们可以不做出选择,而我们是一直在做出选择的存在。 那是一个选择。 你却假装,这不是你要承担责任的事情。 所以,你给出的这两个例子中,社会互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远离你作为一名存在主义者,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 所以基本上交谈就是委托责任,把一些责任放到对方的手中。 对于服务员来说,如果你存在于社会中,你通常会扮演一个角色。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扮演一个角色。 穿衣服是我尝试扮演一个我被告知要尝试的角色,而不是一直赤裸着走来走去。 有一些运营标准,这是一个不是自己决定的决定。 我是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并模仿他们。 是的,没错。 所以萨特认为,在理想状态下,你应该尝试抵制这种状态。 其他存在主义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如何让你过上好生活的线索。 所以,萨特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过,地狱就是别人。 萨特为什么认为别人是地狱? 因为别人也在做出选择。 当别人做出选择时,他们会施加一些压力,让我认为他们所做的选择是我应该复制还是推广的选择。 但是,如果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这样做,那么对于萨特来说,我就是在话译中。 所以,萨特的观点就像是,如果我们都是孤独的,我们会更好。 这实际上是在简化萨特的观点,这在他形成的某个时期主要是萨特的想法。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观点。 我认为对于萨特来说,地狱就是别人的现象是这样的。 不仅仅是因为在我们社会中穿衣服,是因为别人穿衣服,而是因为你有一个特定的风格,你穿着一种特定的衣服。 而对于萨特来说,要真正的拥有那种风格,以真诚,善意的态度而不是恶意,它必须来源于你自己,你必须做出选择。 但是其他人也在做选择,你会看着他们的选择,然后想,那个人看起来很不错,也许我可以试试那个选择。 如果你因为受到那个人做的好的影响,而适用了那个选择,那么从某个重要的意义上讲,虽然那是一个选择资源,但也是在故意掩饰。 而上帝不会这样做,对吧?上帝不会被别人的决定所左右,如果这是个模板,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他认为地狱是别人的意义所在。 那你认为养育孩子是什么?因为上帝没有父母,所以我们不受重大影响吗? 毕竟,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和甚至少年时期,我们都受到很大影响,尽管青少年也会抵制学习。 我觉得你所提的是Sacher追求理想的一种不太人性化的想法的直觉。 我的意思是,在很多方面,我们不像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上帝。 其中之一是我们不是自我产生的,我们有父母,我们被培养成符合传统和社会规范的人,我们被灌输了什么是适宜和不适宜做的观念。 我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直觉,完全正确。 马丁·海德格尔是Sacher所认为所处的哲学家,他认为Sacher是从他的德国现象学视角中得到的一种重要方面。 海德格尔说,我们存在的关键之一是我们被投掷进某个情境,被投掷进历史,被投掷进我们的族谱,我们没有选择。 那些我们无法选择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上帝并且在时间之外存在,那或许可能,但我们不是。 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有一个从未选择的起点,有一个我们经常试图抵制或推迟的终点,在这些起点和终点之间,有很多东西组织着我们,而我们从未做出选择, 也没有实现可以选择来允许它来组织我们的存在。 我们和那些事物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某个时刻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但首要之举是说,萨特只是面临了一种描述性问题,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的很多方面都已经定型了,而我们并没有选择采用这种方式。 对,生命的投掷。 这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你不能逃避它。 没错,你不能完全逃避它。 完全。 没错,你不能完全逃避它。 但尽管如此,你仍需乘着浪潮前行,在此过程中做出某些决策并对其负责。 那么,为什么这些决策链很重要呢? 好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你,它们使你成为你现在的自己。 那反对观点是什么呢? 这个观点,反对自古以来的大部分哲学。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这是一种神话,但他认为,如果我们告诉人们这个神话,他们就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 他说,当你出生时,有一个事实,你的灵魂是金色、银色或青铜色的。 这是三种人中的三种,你天生就是其中一种。 如果你的灵魂是金色的,那么我们应该认定你,并让你成为一个哲学国王。 如果你的灵魂是银色的,那么,你可能不会成为哲学国王。 你没有这个能力,但你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们应该让你做这个。 如果你的灵魂是青铜的,那么,你应该成为一名农民、工人或类似的职业,这是关于你的一个事实。 它将永远独立于任何你所做的事情之外存在,它是你的身份证明。 所以,这就是另一种观点。 现代版本也可以是这样,你可以说标识你的是你的智商、基因组成或快速肌肉纤维的百分比,或者,完全是你所做选择之外的某种东西。 这将对你进行分类,它让你成为你现在的样子。 这正是萨特和存在主义者所反对的。 他们认为,你的某些因素会永远限制你可做出的决定空间。 而萨特则认为,不,这个空间是无限的。 萨特是自由激进主义的哲学家,强调绝对自由。 这种自由非常激进,甚至可以与上古时期关于上帝的传统概念相提并论。 其他存在主义者则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但必须了解我们的自由受制于我们的某些本质特征。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限制点。 所以,我们被限制的方式与中世纪人所理解的上帝的方式是不同的。 你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虚无主义是什么? 是否还有其他有用的思想范畴与存在主义抗衡? 是的。 好的,优秀。 虚无主义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尼采创造的。 他在19世纪末的各个地方发表文章,但大多数在未经发表的作品中,他认为现代世界的状态是虚无主义的。 他看着周围的世界,试图理解我们现代处境的本质。 他认为现代的处境已经和1300年或公元前五世纪的人类生活方式有了很大不同。 在1300年以前,人们相信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出来的,并因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的背叛而被创造出罪孽。 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尽力理解如何在作为有罪之身的情况下过一种符合道德的生活。 他与他们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有关。 尼采说,在19世纪末,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尼采著名的说,上帝已死。 那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上帝在我们对自己作为文化的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在不能再扮演这个角色了。 尼采说,上帝过去所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存在的基础。 他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尼采说,有一个能让我们成为现在的自己的存在者,这一想法已经不再有意义了。 就像萨特的《无神论》,萨特从尼采那里得到了这个想法。 那问题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是什么? 答案是虚无,没有任何东西在我们之外,可以作为我们存在的基础。 然后,尼采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如何生活? 我认为,尼采和萨特对此有不同的故事。 尼采强调,我们是生命的艺术家。 艺术家很有趣,因为自然而然的想到,艺术家是在回应某些东西。 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某种情境中,然后说,这就是能让这种情境有意义的东西。 这就是我该写的东西。 这就是我该跳的舞蹈。 这就是我该演奏的音乐。 尼采说,我们应该像艺术家一样生活,有限制,但理解他们是生活本身一个复杂的方面。 我认为有一个很棒的音乐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虽然当尼采写这些时,爵士乐还不存在,但我认为,尼采真正思考的是像爵士即兴演奏这样的东西。 他谈到了即兴创作,有古典即兴创作。 顺便说一下,尼采是一位音乐家。 他是一位作曲家和钢琴家,说实话,并不算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但他热爱音乐。 Harvey Hancock是一位爵士钢琴家,60年代和Miles Davis合作过一段时间,他讲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认为,他体现了尼采对于我们承担创造责任,从而获得某种自由的看法,但我们并没有萨特所认为的彻底自由。 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Harvey Hancock说,我想他们在斯图加特,他说正在演出,一切都很好,他说,他还很年轻,而Miles Davis是大师。 他说,我开始弹solo,弹到了这个和弦,然后他说,我弹了一个错误的和弦,就像你要说的那样,这里出了点问题。 我想,我的天啊,我搞砸了,我搞砸了,我们刚刚配合得很好,一切都在运作,而我却让Miles在弹他的solo时走偏了。 然后他说,Miles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突然以一种方式继续弹奏,使我的和弦变得正确。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你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在回应你所面对的挑战时,以一种使之正确的方式做出反应。 那么按照什么标准呢? 只能说每个人都听得到,这真的很棒。 而且我认为,并不是说有完全自由的选择,因为有限制和约束,如果他随便谈点什么,大多数会听起来很糟糕。 但这些约束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发生在此时此刻,对于这些听众和演奏者而言,这就是尼采认为,对抗虚无主义的正确响应,我们是参与其中的, 但我们并没有像萨特所认为的那样,拥有彻底的自由,去做出任何决定,并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的选择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情境做出响应,并使其正确运作,这使生活的每个瞬间都变成了一段美妙的乐曲。 有关于音乐的事情,为什么音乐如此引人入胜? 当你听它的时候,某种特定的音乐似乎会与你产生联系,这毫无道理。 但同样的,对于尼采来说,你应该成为一股创造力,创作出一部音乐杰作。 确切地说,我认为有趣的问题是,成为一股创造力意味着什么? 我们传统上将创造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什么都没有。 你可能认为,虚无主义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从虚无中创造,因为我们的根本上没有任何东西。 但我认为,卢尼采的正确方式是要认识到,我们并不是从虚无中创造。 麦尔斯、戴维斯并不是虚无,那种情况早已存在,他已经被赋予了它。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一个错误,但他以一种使他变得正确的方式回应了那种情况。 他并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他是从已有的东西中创造出来的。 所以,这使得第一次攀登之约更加复杂,因为你被赋予了攀登的机会,你必须从中创造出艺术和音乐。 这对他们俩来说,都是一种责任。 哇,这对于第一次约会来说,是如此沉重的责任,因为你必须创造。 重点不仅在于做出决策,而且还要创造,但也要聆听,对吧? 我的意思是,麦尔斯·戴维斯在倾听,他听到了那个声音,他知道那是错误的。 问题是,我该播放什么使他变得正确。 那么,让我问关于尼采的问题,上帝死了吗? 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在你看来,这个问题背后的真相,以及我们今天所提供的可能的一系列答案是什么? 很好,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尼采对十九世纪末的情况有一种非常敏锐的诊断,离我们目前的情况并不远。 我认为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当尼采说,上帝已死时,我认为他想表达的是,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他指的是上帝曾经在确立我们存在的基础方面发挥的作用,以不再适用于我们作为一个文化的角色。 如今,人们谈论这种观点时,使用不同的术语,但我认为,这大致是尼采所追求的目标。 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世俗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俗的时代。 那么,人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描述性的说法,它可以是错的。 问题是,这真的描述了我们作为一个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体验方式吗? 那么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上帝已死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第一件事并不是没有宗教信仰者,因为实际上有很多人是有宗教信仰的。 有些人每周或者更频繁地去教堂、犹太教堂或者清真寺,他们真的觉得这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宗教信仰在他们生活中的角色不再像过去的历史时期那样了。 他们的宗教信仰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高中世纪。 那个时候显然不是世俗的时代,而是一个宗教的时代。 在1300年,但丁正在写神曲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在那个时候生活在神圣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 这不仅意味着,你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是西方的默认职,而且还意味着你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和宗教从属关系,证明了与不分享该宗教信仰的人有关人类的某些假设。 那么你是西方的基督徒,在1300年遇到一个穆斯林,事实上他们不信奉你的宗教信仰,证明了他们比人类更低微。 那就是十字军东征的基础,也是高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的根源。 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并不是说没有许多人有宗教信仰,实际上很多人都有,但是这意味着他们的宗教信仰并不能证明这一结论。 如果你是一个宗教信徒,遇见了我,并且假设我不是宗教信徒,那么这并不能证明你认为我不如人类。 这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们大多数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让千百种生活方式并存,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比另一种更好或者更坏。 这是一种不错的进步性自由思想,但同时也会削弱人们宗教信仰的意义,因为现在你不能在宗教信仰中找到关于人生追求的价值理解。 你不能说,作为一个宗教信徒,我知道做这件事是对的。 因为你也知道,如果你遇见了不同于你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或许认为这件事是错的,或认为这件事是对的,但有不同的理由。 你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们是错误的。 这种思想是令人不安的,尽管你不能公开的对他人下结论,但你内心深处的信仰却可以独立存在。 这几乎是一种存在主义版本的信仰,你创造了你周围的世界,不受他人信仰的影响。 这实际上是一种令人有力量的想法,与传统的宗教观念截然不同,那是一种族群的思想,大家共享相同的信仰。 在这里,你对自己信仰完全负责,就像萨特所说的那样,而不是依赖于外在事物。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萨特主义者,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批评他人的选择,但你可以批评他们做事的方式,无论他们是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宗教信徒曾经可以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上帝要求我这么做。 而现在呢,所以,假如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那么你无法成为一个宗教信徒,并这样说,你的宗教信仰无法证明那样做的合理性,因此,它不能像以前那样, 在你的生命中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使人感到不安。 我认为,这可能是尼采所说上帝已死的一种解释。 上帝不能为宗教信徒在我们的世界中扮演以前的角色,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找到意义。 我的意思是,你不会看到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组思想,所以世俗的世界仍然充满意义。 好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认为世俗的世界肯定有可能是一个我们过着有意义,值得的生活,我们为之感到自豪的世界。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这就是存在的问题。 以一种让我们作为我们自己这种生命形式最好的形式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存在主义的问题。 所以除了萨特,哪一位存在主义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为其他人理解哪些特别的观点,令你感兴趣? 也许不仅有一个存在主义者。 嗯,萨特是具有基础性和强烈无神论立场的存在主义声明。 还有谁呢? 所以,我现在正在教授存在主义课程,我认为,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 我会告诉你我在那里教的一些人物,我们可以讨论你喜欢的任何一个人。 我开始讲述的人物是帕斯卡。 帕斯卡是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 他死于17世纪中期,我对日期非常糟糕,但我想大约是1661或那个时间。 17世纪中期,杰出的多才多艺者,我们有以他命名的计算机语言。 他建造了第一台机械计算机,但他也深深投入到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中。 他认为,每个人都误解了基督教,试图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组你可以拥有并且可以证明的信仰。 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第一步。 然后,像基尔·凯伯尔和托斯托耶夫斯基这样的重要人物发展了这一步骤。 所有这些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某种基督教的解释,一种存在主义解释的基督教。 然后我认为还有其他人,其他有神论者,像加妙和法农这样的20世纪中期的人物。 然后我只想提到,我认为最有趣的人物是马丁·海德格尔。 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因为,顺便说一下,当你说加妙的时候,你是指无神论者吗? 我认为,加妙是一个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 是的,我很乐意谈论这个。 所以好的,像运动卡片一样,我们有不同的存在主义者。 所以也许让我们去,你知道吗? 让我们去看看托斯托耶夫斯基。 好的。 那么,他的我的最爱小说是《白痴》。 首先,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白痴和傻瓜。 我喜欢主人公对世界的乐观和热爱。 所以这个小说与我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它也出自地下,但你认为,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哪些思想是存在主义者的? 哪些思想对整个存在主义运动具有形成性的影响? 好结了。 让我谈谈卡拉玛佐夫兄弟。 部分原因是,这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写的最后一部小说。 我认为,这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也许是最好的。 我即将在几周内教授这个问题。 所以,我非常兴奋。 卡拉玛佐夫兄弟是关于什么的? 我是说,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剧透警告。 嗯,我是说,这是一部侦探小说,对吧? 我的意思是,父亲被谋杀了。 问题是,是谁干的? 谁应该为此负责?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种责任感,就像萨特那样。 但我们谈论的是,对一次谋杀负责。 而且有一堆兄弟,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动机去谋杀父亲。 父亲真的很讨厌。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值得被谋杀,他就是那个人。 他是一股混乱的力量,而且各种方式都很讨人厌。 但是,谋杀人是不好的。 那么,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强烈的探索,探索什么是涉及各种方式的可怕行为。 在面对他时,采取何种正确的方式来承担责任。 在面对他时,与他人建立何种正确的关系。 即使通过这种行为,你也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拯救。 那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话。 但拯救是在此时此地,而不是像你在一个永恒的天堂里度过的后世生活一样。 其中一个角色说谁关心那些事情,那不会使我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也不能证明我现在生活中所有坏事的合理化。 重要的是,在面对我们必须承担责任的事情时,我们能否生活得好。 所以,这是对罪恶和责任感的概念和层次,以及在这些问题面前爱和拯救的可能性的深入探讨。 这是一部非常人性化的作品。 但我认为,托斯托耶夫斯基和萨特是相反的。 让我来,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我不知道还有谁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是,在萨特发展自己的观点时,他实际上引用了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一段话。 虽然这个段落并没有完全呈现出来, 但萨特引用的段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争论的形式。 萨特把它表述成一个论点。 他说,看,有一个条件,语句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 然后有一个第二个前提。 没有上帝。 那是萨特的观点。 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无神论者。 没有上帝。 结论是,一切都是允许的。 这就是萨特的激进自由主义。 如果你考虑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结构,我想托斯托耶夫斯基,尽管他从未以这种方式说过,会用不同的方式运用这个论点。 这不是假言推论法,而是句齿规则,modus tolerance。 托斯托耶夫斯基会这样论述。 是的,有一个条件语句,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 但看看你的生活,并不是一切都允许的。 你做了可怕,令人发指的事情,比如与父亲的死有关,你必须付出代价。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忍受的时刻,因为你必须承担责任,必须承认你在某种程度上有错或者有罪,因为你参与其中或者促成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凡事都允许的存在。 看看自己存在的事实。 因此,并不是一切都允许。 所以有上帝的存在。 对托斯托耶夫斯基来说,上帝的存在在于我们做坏事时感到内疚,我们发现自己为事情负责。 即使我们没有打算做这些事情,但我们却让自己参与其中。 上帝的本质对托斯托耶夫斯基来说是不清楚的。 我是说,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探索。 它基本上是通过几个复杂的角色来表达上帝的观点。 所以这不是一个肤浅的上帝观。 它完全不肤浅。 而且,它不是一个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存在。 对托斯托耶夫斯基来说,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 我们是否以基督教所提供的情感,快乐的情感来过我们的生活。 也许这有点跑题了,但我说俄语,其中之一是我的心告诉我,我需要承担这个项目。 目前有几位著名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翻译家生活在巴黎。 所以,我要去旅行。 我们约定要完整地谈谈托斯托耶夫斯基,谈谈托尔斯泰,以及像一系列对话一样的东西。 我爱上这个想法的原因是,我意识到在从俄语翻译成英语时,需要多深刻的哲学思考。 就像单个句子一样,他们花费了数周的时间来辩论单个句子。 所以,所有这些都是前往俄罗斯的旅程的一部分。 但我只是想探索我内心渴望理解和联系我来自何方的根源的东西。 也许你能评论一下,无论是在俄罗斯方面,还是在德国、法国方面, 您在探索这些哲学思想时,是否会发现由于不深入了解语言而错过的东西,或者理解语言有多重要。 好吧,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总是感到尴尬,我不知道更多的语言, 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语言像我想象的那样好,但是有一种方法。 所以,我确实认为,不同的语言让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而且,语言捕捉到一种存在模式,一种被某种语言捕捉到的自我或他人的思考方式更自然, 并且,它关闭其他关于自我和他人的思考方式。 因此,我认为,语言在这方面是迷人的。 我感兴趣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居所。 我认为,这意味着通过生活在一种语言中, 您可以理解或开放理解您和其他人以及任何事情存在的可能性。 不同的语言开启了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曾在私下里讨论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我上过一门关于他的课程,但除了《死者》和短篇小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理解。 你建议我实际去爱尔兰,去都柏林,真正的帮助我理解,并对文字产生感情。 因此,这显然不仅仅是关于理解语言本身的意思,而是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 比如语言的节奏、思想、灵魂等。 绝对是这样。 这种东西很难确切地描述出来。 但当你听到一个真正理解乔伊斯的爱尔兰人朗读一些句子时, 他们有不同的语调、音调,他们使用的音乐也不同, 就能让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些句子。 这就是伟大的演员所能做到的。 但我认为,语言就是这样丰富。 哲学家们有一种观点认为, 当我们考虑到语言的逻辑形式, 哲学逻辑上的主张或如何把这个命题转化为某种符号形式, 我们才真正研究了语言的关键方面。 但我认为,当伟大的诗人、作家或思想家用语言产生深刻的影响时, 他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 这就是我感兴趣的有趣形式的语言。 我希望能够迎接一种挑战, 即将一些通过语言传达的思想放在语言之外。 因此,我想与俄语使用者进行交流, 为英语使用者提供服务, 而不仅仅依赖翻译。 当然,会有翻译员帮助我穿越这个语言的迷宫, 但我的目标, 希望是在英语使用者和俄语使用者之间往返跳跃, 展开对话。 不是很纯正, 这是俄语, 将要被翻译成英语, 或者这是英语, 将要被翻译成俄语, 但是, 跳舞来回试图和不会这两种语言之一的人, 分享他们所错过的音乐, 几乎像你坐在另一个房间里, 透过墙听到的音乐一样。 我感受到了它的存在。 如果我不试着成为一个双语人士去追求这个, 那将是一种浪费。 我想知道, 是否有可能用某种方式捕捉这些想法的魔力, 以便向不懂那种特定语言的人传达。 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项目。 我期待着关注它。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会读俄文名著《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一本。 有时我在房间里会有讲俄语的人, 这非常有帮助, 但是我也鼓励我的学生们, 一些人会有不同的一本。 这对于非母语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因为通过关注翻译者在翻译某个单词, 短语或类似内容时分歧的地方, 你可以开始意识到, 我们在英语中所拥有的单词, 它们的轮廓与被翻译成俄语的那个词不同。 然后, 你可以开始探讨这些差异是什么。 我认为, 这其中存在一种魔力。 令人惊讶的是, 对于那些在那些语言中成长, 甚至以母语者身份讲这些语言的人来说, 这些语言能够给人带来多么丰富和感人的体验。 这是一件非常强大的事情, 实际上还不够存在, 例如对于托斯托耶夫斯基, 大多数小说都被两三位著名的翻译者翻译了, 对谁翻译的更好等问题有很多讨论。 但我愿意, 作为一个计算机科学工作者, 进行一种比较, 自动检测翻译中所有的差异, 并利用这些信息。 有人需要发布描述这些差异的书籍。 实际上, 我可能会做这方面的一点研究。 我听说过在采访, 博客和文章中, 一些翻译人员会讨论他们在某些特定短语上的不同意见。 但是对于整本书来说, 阅读翻译的差异对于一个英语使用者来说是一种迷人的探索, 你很可能可以通过观察翻译人员为了捕捉那个意念而挣扎的过程来深入理解这些书中的思想。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绝对是如此。 而且, 你也可以将这种方法用于其他项目和其他语言上。 我的兴趣非常广泛, 某些时候我会自己阅读某些东西。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对十四世纪的德国秘教感到兴趣。 好吧, 事实证明有人已经写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 这个学者Bernard McGinn写了一系列的内容, 并且非常出色。 我对Mister Eckhart产生了兴趣, 我想知道他有哪些有趣之处。 而这位学者Bernard McGinn的研究是, Eckhart做的是将基督教翻译成百姓语言。 他开始用德语向农民们布道, 而原本讲到是用拉丁语的, 没有人会说拉丁语。 你能想象坐在那里听两个小时的你不懂的语言不道吗? 所以, 他把它翻译成了德语, 但在这个过程中, 德语的资源与拉丁语的资源是不同的。 然后在中古德语中有一个词, Brand, 我们将其翻译为Brand地面。 它有一种土气的感觉, 有点像唤起了土壤的概念, 以及你站在什么上面, 哪些东西从中生长出来, 以及你可以用手指拨动的东西, 具有某种诚实的感觉。 而在拉丁语中没有这样的词汇。 但在Eckhart对基督教的解释中, Brand这个词就是基础之物。 在您理解上帝的方式之前, 您必须先理解它是我们的基础。 突然间, 这种神秘主义变得带有德国味道, 只会说德语的人觉得有意义, 并揭示了一些与那种被用拉丁文掩盖的存在形式, 截然不同的东西。 是的, 这非常有趣。 我们谈论了托斯托耶夫斯基和通过谋杀探索人性的用途, 现在来看看卡妙, 他或许不那么关注谋杀, 而更关注自杀作为探索人性的一种方式。 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存在主义者, 也是其中比较容易理解的存在主义者之一。 正如你所说, 他不喜欢称自己为一个存在主义者。 那么, 你对卡妙有什么想法? 他在存在主义故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觉得卡妙非常有趣。 我真的觉得如此。 多年来, 我没有教授卡妙, 因为你提到的著名事情, 西西福斯的神话, 是一篇短文, 出版成书, 超级容易理解, 非常迷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非常引人入胜。 开头的一句话大约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 那就是自杀的问题。 我想, 我不能教我的18岁学生, 我只是觉得这太可怕了。 我是说, 这并不是错的, 但我想把这带进课堂嘛。 所以, 我读了他, 我读了这篇短文, 因为那句话, 我避开了很长时间。 我认为, 我将无法理解他以一种有助于任何人的方式。 但最后, 大约七八年前的一年, 我坐下来读他。 我想, 我必须真正的面对他。 我读了他, 真是非常引人入胜。 我是说, 真的, 真的非常美丽。 卡妙反对自杀, 这是好事。 我很高兴。 但在最后, 他对人类存在的理解有些暗淡, 认为人类存在是荒谬的。 荒谬是他使用的一个术语。 它指的是你生命中的经历和整个人生似乎都有一定的意义, 但实际上并没有。 因此, 表面上事物的表现与其真正实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他举了很好的例子, 你可能还记得, 假设你走在街上, 突然看到一个建筑物上的玻璃窗户里, 有人在打电话, 我想象他用的是手机, 但卡妙不是。 那个人说话很卖力, 好像事情真的很重要, 但卡妙说, 这只是一场蠢戏。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愚蠢, 而是因为他是沉默的。 他表现出似乎有重大意义, 但是他的意义被隐瞒了。 他说, 我们的生活就像这样子, 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呈现出有意义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们是荒谬的。 然后他说, 我们的生活就像西西福斯的生活, 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 你会在特定的时间醒来, 乘工交车去工作, 吃午饭, 下班。 我有一个同事曾经对我说过像这样的话, 大概是在秋季学期的十月左右。 我问, 过得怎么样? 狄克。 他说, 嘿, 你知道, 我在学期开始时就跳上了这条流水线, 现在只是在不停的过程中而已,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 卡妙认为, 有时候你会体验到这种经历, 他揭示了一些关于人类生活本质的真理。 我们的生活就像西西福斯那样, 从早到晚推着巨石上山, 每到夜晚, 巨石就会滚下山去。 然后在晚上, 他走回山下, 然后再次推上山顶, 如此循环往复。 他说, 西西福斯像我们一样被定于此生, 但是我们确实有一点自由, 而这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通过接受这种存在, 而不是放弃并自杀来抵制那些把我们置于这种境地的众神,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 我想, 这算是一个快乐的结局, 但我也想到, 这是一种对我们存在的暗淡看法, 所以我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我得出的结论是, 我曾经试图写关于这个问题的东西, 我知道你读过我曾经发表的关于活着的文章, 那其实是我批评卡庙的一篇秘密文章, 我并没有提到卡庙, 但我认为卡庙在现象上犯了错误, 或者他错过了一些重要方面。 因为在卡庙的观点中, 当你体验到你的一天以一种无聊的方式过去, 并且你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经常做的事情时, 对于卡庙而言, 这揭示了关于我们生活的真相。 但是, 至少对于我来说, 有一个额外的部分, 也许他没有感受到, 或者没有接触到, 其他人也许没有。 但对我来说, 他还有一部分内容, 即某种程度上, 是的, 事情就是这样, 而且这是不充分的。 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 缺少了某些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在你的经历中, 以它的缺席被认出。 这就是我的看法。 我认为, 我们确实有体验到, 当你感到真正活着时的那种存在感的经历。 这就是你所说的活着的含义, 这是一个迷人而又强大的词。 是的, 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想大多数人都能认出, 他们生命中真正感到活着的那种, 这可能发生在某个时刻。 就是思考走向更黑暗的领域, 思考自杀。 我认识一些患有临床抑郁症的人, 无论我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是什么, 有一种特定的感觉就是抑郁, 你会看着镜子问自己, 今天我想自杀吗? 这是家庙所问的问题, 这个哲学问题。 还有那些当他们感到沮丧时, 不仅说他们想自杀或不想, 而且说没关系, 那就是化学作用, 也就是我们心灵中的化学作用。 而对于我来说, 我经历过一些低谷, 但很幸运的没有患上那种抑郁症。 我与之相反, 不仅在运动或音乐等方面有高峰时刻, 而且经常因平凡的事情而深感喜悦。 就像你所说的, 我在喝这个东西, 它很凉爽, 因为某种原因, 这种冷感让人感觉很棒, 就像冰箱一样。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但感觉非常好。 还有很多事情, 你看看大自然, 有一股凉爽的威风, 就像这太神奇了。 所以, 这不感觉像在拥抱荒诞, 这似乎是在从生活的基本中, 获得一些美好的多巴胺刺激, 这才是生命力的来源。 无论我的大脑如何构建, 它都具备了获得生命力的自然机制。 因此, 看到缺乏生命力的一个好方法, 就是看临床抑郁症的化学物质。 所以, 家庙在提出自杀问题时, 似乎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因为当你看着镜子问自己, 如果我今天想自杀吗? 我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 更像是斯多嘎哲学的方式, 通常是每天都会问自己, 如果我今天死了会怎样? 更像是每天都在思考自己的死亡。 你知道, 这激发了我,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天的可能性, 你知道, 它只是提醒我生命有多么美妙。 这就是化学,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那绝对不是我做出的某种哲学决定。 我有点在乘着我所拥有的基因和多巴胺的化学反应浪潮。 顺便问一句关于自杀的问题, 你是否认为这种提问的表达是存在主义问题的有用表述方式? 我知道你不想教授这个话题, 因为自杀显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词汇, 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头脑来说, 但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表述方式吗? 就像他说的那样, 这是关于自杀的最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将这个问题理解为这个问题, 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能够过的生活的优点是什么? 那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是的, 当有人问自己是否应该继续过那种生活时, 这个问题就会被聚焦。 有据名言, 没有什么比即将被处决, 更能集中精神。 我觉得这里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风险和脆弱性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我认为,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 我们的生活就不可能有意义。 如果它们没有风险和脆弱性, 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只有因为有东西可以失去, 它们才能具有它们所具有的意义。 所以, 是的,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深入探讨存在主义核心问题的深刻方式。 但正如你所说, 我曾经担心我该如何教授这个话题。 我认为自杀和不活着之间有区别, 因为自杀是一种行动。 所以对我来说, 自杀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知道, 想象一下你在像酒店里那样说, 我住的房间很糟糕, 但是还有其他的房间可供选择。 那么, 也许可以探索一下那些其他的房间。 也许你会在其他的房间中找到意义, 就像基本上接受你不知道所有事情, 并且需要时间去探索一切的事实一样。 就好像一旦你探索了所有的东西, 也许你就能做出完整的决定。 但是, 在探索了旅馆中的所有房间之前, 做出决定是不公平的。 我会说, 在没有探索过旅馆中的所有房间之前, 做出决定是不道德的。 是的, 这当然是集中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 有一个兄弟真正在问那个问题, 也就是询问自杀问题。 他在问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否值得生存。 我认为那个角色病得很重。 通常情况下是由于脑化学成分、 生理学等原因, 这种情况在很多时候都具有物理基础。 但我认为有可能某人会处于这种情况。 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物, 伊万卡拉玛佐夫、 艾文克拉玛佐夫也许可以说是化学抑郁或类似的情况。 但我认为其中还有更多内容。 我认为普斯托耶夫斯基的真正观点是, 脑化学成分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之间的互动方式, 我们关心或隔离自己的方式, 我们关心我们过着的生活的方式, 都会影响我们大脑的化学成分, 并继续改变我们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 如果伊万有可能被拯救, 那么他的拯救将通过他的兄弟阿尔约莎的爱来实现。 让我给你讲个有些差的话题。 你还有没有听说过赫尔曼黑赛? 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 你会不会把他包括在代表存在主义的运动卡牌中呢? 我没有。 也许我应该试试。 我应该读什么? 我该想想包括什么? 哦不, 有一种认可荒谬主义的情感, 就像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浸透着存在主义思想一样。 但是, 就像西达多一样, 存在主义更多的是类似佛教的思想, 观看河流并成为河流。 这种意识下, 真正体验每个瞬间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 存在主义的经验部分表明, 你不仅要关注决策和行动, 还要倾听, 就像你所说的尼采一样, 真正了解世界并体验每个瞬间。 作者写作时, 非常擅长描述如何体验此刻以及经历所有荒谬的瞬间。 对于他来说, 荒原狼中幽默的部分是其中之一, 并且我认为现代互联网开发的表情包的都非常好地探索了荒谬的部分。 幽默是处理荒诞的存在主义道德中的基本部分, 你必须学会嘲笑它。 让我谈一下幽默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你是对的。 Richard Barth是丹麦人, 大多数人认为他深受抑郁等问题困扰, 实际上他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作家。 我在研究生阶段的同班同学离开了哲学领域, 成为了好莱坞喜剧编剧, 并且在25年后回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的读者, 这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但是他的论文题目是《基尔·凯郭尔和有趣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标题。 根据Eric Kaplan的阐释, 基尔·凯郭尔确实有这样一种思想, 即幽默具有一种不稳定性, 对我们重要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因此, 有一种想法, 就是在设定一个笑话时, 当你像站在稳定的地面上一样, 讲述它的时候, 出人意料的结局会让你感到不稳定, 并一度陷入失重的状态。 直到你完全领悟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撑你, 而幽默必然具有这种不稳定的特点。 这就像风险性, 这就像你所指出的风险性。 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风险, 如果你的生活完全安全, 那么就没有意义的可能性。 因此, 在埃里克的阅读中, 吉尔·凯古尔希望将你生命中的风险性和脆弱性 与经历到的幽默和喜剧中的不稳定性相联系, 从而产生意义。 当你记得第一次听到一个笑话时, 它对你来说具有某种显著性。 说到笑话, 说到电影和文学, 那么, 电影和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我认为,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尤其是虚无主义, 体验在伟大的现代艺术作品大杂会中,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那部电影, 但在电影中有一群虚无主义者, 他们就像, 他们什么都不在乎。 我认为, 他们碰巧是德国人, 至少他们有德国口音。 所以, 也许你可以谈谈存在主义, 在电影中的显著表现, 如果你有机会提到大杂会, 请说一下。 我知道人们在这个背景下, 思考大杂会, 而且, 我确实不久前重新看了一遍。 我们有孩子, 我想, 也许该是时候了。 但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 时机还不成熟, 有点不合适。 我从来没有教过那部电影, 所以我需要再考虑一下, 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很乐意试着即兴表达。 好的, 因为那部电影感觉有哲学深度, 所以有一个人就是主角, 杰夫·布里吉斯扮演的角色。 他喝着白俄罗斯酒, 悠闲地走来走去, 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但也接受了顺其自然的哲学。 然后有一群非常忙碌的角色, 试图做一些某种方式上戏剧性的大项目, 赚取大量的钱。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实际上让我想起了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白痴。 然后有这些玩家, 我是说, 他们被称为虚无主义者, 但他们有点不在乎享受生活, 他们想以某种方式搞砸生活。 当然还有有趣的个性, 就像耶稣那个打保龄球的人, 还有唐尼, 他有点迷糊, 还有约翰·古德曼扮演的角色谈论越南, 生活过于严肃, 过于热烈等等。 所以, 他描绘了在这个世界中运作的各种人物, 对于存在主义来说, 最重要的可能是被投入到荒谬中而引发出的幽默感。 好的, 很好, 那很有帮助。 我认为, 所以有一件事要说, 就是这些虚无主义者, 自称为虚无主义者的那群人, 我认为, 他们对虚无主义的理解有一个严重的误解。 这实际上发生在二十年代。 有一个著名的案例, 两个德国学生, 李奥波德和洛伯, 读了很多尼采的书, 尼采对纳粹党人来说是种英雄, 但我认为, 基于对他的误解, 但李奥波德和洛伯首先有了错误的理解, 他们是学生, 他们读了很多尼采, 然后他们认为, 好吧, 什么都没有意义, 唯一有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意志能够强有力的带来某些事情。 如果我们以反映没什么意义的事情的方式去做, 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拿这些人们总是认为是坏事的行动, 然后去做, 向人们展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 所以他们决定杀人,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生气, 只是因为那是一个他们从未遇见过的人。 很重要的是, 这是个从未遇见过的人, 这是一次完全没有动机的行动。 他们认为, 我们将通过展示, 我们可以以道德认为是不好的方式行动来拥抱虚无主义, 并通过我们的意志让它发生, 而没有任何与其被解释为好的潜在原因有关。 我认为, 这是对尼采认为对虚无主义应该做出的反应的可怕误读。 我的意思是, 我认为将其与迈尔斯·戴维斯的事情相比较。 迈尔斯·戴维斯的目标是在受到某种限制的情况下, 创造性的让某些东西有效。 所以他们认为两件事, 一, 根本没有限制, 甚至没有我们所处的情况的限制。 二, 只有当我们行动反对你可能认为的约束时, 我们才成为真正的存在。 我认为, 这是对这种虚无主义所做的错误解读。 我认为, 也许大杂会中的那个团体有这种错误的解读。 但是主要人物更有趣, 请随便说点什么。 因此, 对于这种虚无主义, 存在某种冷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希腊语的单词是Apan, 它意味着没有激情。 正如你之前提到的斯多噶派一样, 他们认为激情会妨碍你的幸福生活。 因为为了过上好日子, 你必须清楚地思考你应该做什么, 不能让你的怨恨、 愤怒和小人物的敌意指导你的行为。 你应当摆脱那些激情。 所以, 斯多噶主义再次强调, 是一个目标, 极不要关心, 因为关心是不好的。 而且, 在柏拉图、 吉尔克高、 托斯托耶夫斯基、 海德格尔和萨特自己的某种方式中, 有某些形式的存在主义。 因此, 这不仅是一个有神论或无神论的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关心。 海德格尔说, 关心是达赛因的存在, 达赛因是他给我们取的名字。 作为我们的存在, 就是已经关心的存在。 你不能不这样做, 你可以假装自己没有这样做, 但你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关心。 就像萨特所说的, 你可以假装不承担责任, 你可以假装自己不必做出决定, 这也是做出决定。 不关心是一种关心的方式。 因此, 我认为我感兴趣的存在主义者认为, 我们确实关心, 这构成了我们存在的本质。 因此, 他们会认为斯多噶学派错了, 但这留下了大量的移动空间, 关于我们如何很好地居住在这个存在中。 让我问问安兰德·Ain Rand的事。 这个网站上已经谈到他几次了, 但是观察学术哲学或一般的哲学家, 他们似乎忽略了安兰德。 你有没有感觉这是为什么? 他的客观主义思想是否曾成为关于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讨论好生活的讨论的一部分, 以及你如何教授和思考这个问题? 他是你感到有趣的人吗? 所以不,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但是我很久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了。 我在高中时读了原权和肖申克的旧书, 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想我也读了一些关于客观认识论的东西。 所以, 我的看法可能基于对他实际思想的总体误解。 但是, 我的理解是他受到某种动机驱使, 可能有时会称其为古典自由主义, 但是, 也许让我们在讨论中将其与萨特联系起来, 即一种观点, 根据这种观点, 我们必须处理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是彻底自由的存在, 可以做任何事, 在我们不这样做时, 我们并不勇敢或勇敢, 那些让无中生有的人才值得敬佩。 或许这是个不太恰当的夸张,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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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这相当准确。 虽然我对他的哲学全貌并不是很了解, 但我认为, 他对世界的看法与萨特有相似之处, 但在认识论方面更为强调, 一切皆可知, 并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就像理性是非常重要的, 你以几个公理为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而所有人应该遵循的公理都是相同的。 再说一遍, 现实是客观的, 不是主观的。 从这个出发点, 你可以推导出, 人类在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上, 应该如何行动的整体规范。 对于他谈到的自私的价值观, 很多人用来对他进行抨击和否定, 他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意思, 就像萨特所说, 要对自己负责, 要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 并尽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样你才能成为最好的社会成员, 通过解决自己的问题, 成为家庭、亲友和朋友之间最好的一员。 我认为他之所以不受欢迎, 显然在哲学方面, 是因为他颇有文学气息。 在公共话题中, 人们公开表达对他的厌恶, 是因为他非常自信, 正让一些哲学家文之色变, 因为他们经常发表非常强烈的言论, 比如地狱就是别人, 但他对几乎所有事情都发表了非常强烈的观点。 但我提到他的原因是, 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却很少被人谈起, 人们很少承认他的影响力。 最近我在看一个20世纪最重要的女性思想家的清单, 不是科学方面的, 而是思想方面的, 但他并不在这个清单上。 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种情况,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那么轻视, 因为显然他是一些最受欢迎的畅销书的作者之一, 他的思想观点也非常强大和有说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感到困惑, 因为他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是苏联的创造物, 离开了苏联, 所以他的一些思想的力量 与他厌恶那种哲学和生活方式的程度有关。 但是他也是萨特和整个尼采的产物。 另一个批评是他没有将自己融入到这个历史中去, 他总是在暗示他的思想完全是原创的, 即使他引用了很多其他人的观点。 但是再一次的, 许多哲学家都会这样做, 好像他们真的是原创的, 其实并不是。 有趣的是, 他是一个女人, 一个强大的女权主义者, 感觉像西蒙波夫阿一样, 他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不应该被完全遗忘。 哦, 有趣。 那么我没有太多的补充。 我只想说, 从你对他的描述和我35年前的记忆来看, 他和波夫阿似乎截然相反。 我认为, 关于波夫阿有趣的一点是, 他认真对待萨特所忽视的, 我们被投入到一个已经具有意义的情境中的事情。 我想这对他来说比较容易认识到, 因为他是一个女人, 而萨特似乎表现得好像没有约束, 或者至少不应该有。 我们作为特权的白人男性关系非常密切, 如果我们能抛开最后的瑕疵, 那么我们就能成为像上帝一样的存在。 但我认为, 波夫阿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 他说, 一个人不是天生的女人, 而是逐渐形成的。 那是怎么发生的呢? 嗯, 你被扔进你的文化中, 你的文化开始因为你的性别而以某种方式对待你, 这开始形成你对事物的理解和经验。 到你长大成人的时候, 你已经被塑造得差不多了。 这似乎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萨特的事实, 尽管对他来说更难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他被特权所塑造。 但世界会提醒我们, 我们的被抛弃状态, 对于某些人来说比其他人更加明显。 是的, 绝对如此。 对于那些每天都必须面对被抛进一种否定, 镇压或排挤的社会地位的人们来说, 黑人的经历在这方面很有意思。 和萨特, 伯沃亚同时代的弗朗兹法农, 写了这个问题, 他所说的话现在都很熟悉, 但他在50年代写的, 关于他作为一个黑人在巴黎的经历, 和一个陌生女人进电梯时, 他对她的反应, 对于她的社会地位有着特别的意义。 如果你没有那种经历, 就很难认识到我们所被抛弃的状态可能不是我们选择的。 所以认为, 这不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方面, 就像你描述Ain Rand的观点一样, 他听起来更像萨特, 他似乎认为, 这不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方面, 或者至少我们应该努力使之不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方面。 是的, 几乎要假装它不存在。 嗯, 完全正确, 就要假装它不存在。 因此, 我认为从我的角度出发, 我不假装, 我再解释它的公众接受程度, 我只是试图在这个知识背景下理解它。 就我个人而言, 错过了这个东西是很大的事情, 而且认为真正发生的事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理性的存在。 只要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我们存在的功力, 并做出良好的判断, 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推理, 我们就可以优化自己。 对我来说, 这感觉就像哲学传统的一种自然终点。 我的意思是, 柏拉图从一个帮助我们走向这个方向的观点开始, 启蒙运动使我们更进一步。 但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种运动已经引导我们迷路了, 因为它错过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对于我们的存在方式至关重要。 没错, 它错过了音乐。 让我们谈谈扔下, Ronis, 我记得你在海德格尔的背景下提到了这一概念。 是的, 那我们可以谈谈海德格尔吗? 好的, 他是谁? 他向世界带来了一些什么迷人的想法? 好的,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是一位德国哲学家。 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生, 1889年, 但我只是偶然知道的。 因为那一年出生了维特根斯坦, Ladwig Wittgenstein, 一位奥地利哲学家, 以及希特勒。 所以, 如果我记得这些日期没错的话, 有人会打电话纠正我, 但它就存在于我的记忆银行中。 有趣的是, 他们三个同时出生。 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同样有趣的是, 海德格尔是一个纳粹分子。 这是他个人政治背景, 非常令人不安的事实。 所以任何认为, 他说的东西可能有趣的人, 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海德格尔出生在德国, 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 维特根斯坦也是奥地利人。 所以, 当你称海德格尔为纳粹分子时, 你必须记住, 他们中也有数百万纳粹分子。 这就是世界的历史。 历史上有很多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和纳粹分子,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中一个讨论点是, 他只是社交纳粹分子吗? 也就是说, 他只是与他们一起参加派对之类的活动, 还是他真的信仰这种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选择点。 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他担任过政治职务, 这是其中一个相关的部分。 在1933年, 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 就像大学的总裁。 而在德国, 所有的大学都是国立大学, 因此, 这是一个政治任命。 我们能不能就这个问题暂停一下呢?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 面对邪恶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我认为卡庙可能对这些事情有一些见解, 因为他是一个有些政治色彩的人物。 你是否只对自己的决定负责, 还是当你看到周围的世界, 违背你内心所认为的道德观念时, 你有责任站出来反抗, 即使这会付出生命或福祉的代价。 你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 而对于这个问题, 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所以, 我来谈谈我可能相信的某些东西, 这是源于这个传统的观点,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人们被社区规范压垮, 而不是提升的社区中, 那么你必须认识到两件事。 一是你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不一定是因为你选择了它, 也许你反感它, 也许你反对它。 但我们所有人都会按照我们文化的规范形式, 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顺从它们。 如果这些规范被打破了, 那么我们就某种程度上已经让自己对破坏规范负有责任。 我认为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就拿性别规范来说吧, 也许性别规范已经被打破了, 也许男女互相对待的方式, 或者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已经被打破了。 可能是这样的, 我并不是要提出实质性的要求, 我只是说很多人都这么说, 如果你身处一个这些规范根深蒂固的文化中, 你不能孤立的把自己隔离开来, 然后想着, 我没有任何责任, 你已经是这个文化的一部分了。 即使你在隔离自己, 那也是一种拒绝你在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方式, 但这并不是一种支持他的方式。 现在你以不同的方式扮演这个角色了。 你是在说, 我不想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 这是一种通过拒绝去做某事而承担责任的方式。 我认为, 我们都卷入了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中。 如果我们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出改变, 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认识到, 即使在你可能没有决定去做的情况下, 你也可能成为将别人拉下马的一部分, 并致力于尝试寻找一个不同的行动方式, 使规范得到更新。 我认为, 这并不是对人们的批评。 阿雷欧莎是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圣人般的人物。 但那个故事中至关重要的一刻, 就是他意识到自己在没有任何意图的情况下, 对某人的行为是多么令人恶心。 那个人就是格鲁申卡, 他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女人, 很性感。 阿雷欧莎, 在我的解读中, 有点被他吸引了。 但他还年轻, 只有二十岁左右, 他有点尴尬。 他住在修道院里, 他在思考, 也许想成为一名神父, 他对此感到有点困窘。 所以他做了什么? 每次他们在街上相遇时, 他都会避开目光。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他感到有些尴尬。 但是, Brushenka是如何体验的呢? 他知道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 也知道阿雷欧莎在社会上有着不同的地位。 所以他的看法是, 他在评判我。 他看出来, 他不想与我有关联。 他看出来, 我是个堕落的女人。 他知道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 他必须避免我。 这不是阿雷欧莎想要做的, 但却是这种体验方式。 因此, 他开始意识到, 哦, 天啊, 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看来, 我应该却爱人们。 而我正在做的是托磊这个可怜的女人。 我让她的生活更加糟糕, 我让她对自己感到非常难受。 如果我真正来了解她, 我会发现她的境况很艰难。 她正在做出艰难的选择。 为什么我不能从她的脸上看到这一点, 而只能看到使我想要逃避的那些东西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所以, 我们似乎都有牵连, 卷入了把别人拉下水的行为之中,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理解这一点的要求是, 必须极端地具备共情能力, 并倾听这个世界。 我是说, 你提到了性别角色的问题。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有这一切都很混乱。 例如, 这是我的看法。 很明显, 唤醒文化中存在着欺凌行为, 存在着某些邪恶元素。 当你成为唤醒运动的一部分, 站起来捍卫社会权利时, 你也必须倾听并思考, 我们是否走得太远了? 我们是否伤害了人们? 我们是否在做于我们所反对的 其他人以前所做的相同的事情? 所以, 一旦你看到正在发生邪恶行为的事实, 并不能轻松解决它。 不, 在我们的社会中, 有关于人性的某些东西让我们太容易停止倾听这个世界, 太容易停止对这个世界产生共情。 我们总是把事情称之为邪恶。 这是贯穿人类历史的。 这个是邪恶的。 你谈到了部落, 这种宗教信仰是邪恶的。 所以, 我们必须与之斗争, 并且对此变得确信无疑和教条主义。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 我们便向世界上施加了邪恶。 似乎一个能够接受并为我们所处的规范负责的生命, 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 倾听世界的声音, 而不被任何一个认知所拖累。 你必须始终不断地思考这个世界。 我错了吗? 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错误的吗? 我的意思是, 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你必须始终不断地思考这个世界。 你必须始终不断地倾听。 你必须始终不断地关注。 这一点并不简单。 我完全同意所有这些表述。 在我的脑海里想起的一句话是, 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另一句话。 Dmitry是这样一个有时会带着激情, 有时会使用暴力的兄弟, 他也非常的关心。 我的意思是, 因为他充满激情, 他的关爱深入到每个细胞, 但这种情感也在折磨着他。 他曾经说过, 上帝和魔鬼在战斗, 而战场就是人的心灵。 我只能想, 是啊, 事实不简单。 认为可能有一种纯粹善良的方式去做事是错误的, 这不是我们的实况。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会被某些方面所破坏。 人类生存中不会有一种纯粹的善良存在。 因此, 我们需要有同情心, 我们需要认识到其他人和我们一样, 也在应对这些问题。 对于分散我们注意力, 我们谈论海德格尔的原因是, 他碰巧也是一个纳粹分子, 但他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观点。 他带给这个世界了什么样的思想呢? 好吧, 这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 让我看看, 我能够表述多少。 我的意思是, 海德格尔认为, 他并没有真正错误地认为, 整个哲学史从柏拉图开始, 甚至可能是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 及公元前六世纪至今, 一直以来都建立在某种假设上, 而这种假设是不应该存在的, 他误导了我们。 只有当我们理解了他如何误导我们, 我们才能掌握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所以让我先说说, 他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什么? 海德格尔的观点有很多段落, 我今天就简单地将它们综合起来。 海德格尔认为, 当我们思考现在作为人的存在是什么时, 我们需要对抗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我们所处的时代,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的正确名称是技术时代。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存在的理解, 都是我们从未真正选择过的, 并且引导着我们生活的方式, 以及引导着我们对自己和其他事物的理解, 而这种理解是非常有限的。 它是围绕着成为某物的概念来组织的, 这种物品就像无限弹性储备一样, 可以被优化和高效利用。 海德格尔认为, 这不仅仅是我们对硅电路, 或者我们在河流上建水电站时对河流的优化, 使其产生能量, 这种能量具有无限弹性, 可以任意使用的理解方式, 也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方式。 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这种潜力的储备, 需要被高效利用和优化。 当我与学生们谈论这个问题时, 我会问他们, 你的日程安排是什么样子? 你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是尽可能多的完成任务吗? 还是感觉, 除非我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高效, 做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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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事情, 否则我就会感觉自己失败了。 我认为, 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压力, 必须以某种方式与自己产生关联, 这种感觉是海德格尔认为, 技术时代的线索。 他认为, 这与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不同。 在启蒙运动开始的十七世纪, 我们曾认为, 自己是代表物体的主体。 迪卡尔认为, 主体是某种心理领域, 以特定方式代表世界。 我们对自己的代表有特殊的关系, 这就是主体领域。 但在中世纪,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 在前苏格拉底时代, 存在意味着嗖嗖作响, 停留一会儿, 然后消失的东西。 什么是实在的典范式雷电, 众神的愤怒, 阿其里斯战斗的狂怒, 他们将一切超越并停留一段时间然后离开, 还有春天盛开的花朵。 这与我们体验自己的方式非常不同。 所以问题是,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做? 海德格尔认为,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开始, 激发了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存在某个实体, 这个实体是我们理解一切的基础。 对于中世纪人来说, 这是神。 这就是使事物成为他们自己的实体。 对于启蒙时代, 这是我们自己。 对萨特来说, 也许是我们自己。 海德格尔认为, 不论是什么, 使我们成为我们的基础, 它不是另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像那样去思考它, 我们的关系是错误的。 这就是我对迈斯特·埃克哈特感兴趣的部分原因。 他说,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赠予, 我们是感激的受益者。 这种赠予, 就像无论是社会规范或其他什么事物被投授给我们, 我们并没有选择, 而是被赠予了这些事物。 这就是根基。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能被理解的原因。 如果我们生活在没有社区, 没有任何社会规范的世界里, 那什么也没有意义, 没有任何重要性, 也不可能有现实世界中必须的那种规律性。 因此, 社区规范至关重要, 但它们也在不断更新。 我们有一些责任来决定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 以及它们如何更新。 然而, 我们从来没有选择过这种情况。 所以这些规范, 以某种方式, 赋予了我们重要性, 而我们也被卷入了其中, 与之有某种关系。 如果你将我们看作可以最优化利用的高效资源, 那么, 所有这些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们是资源与我们站立的土地存在的事实相冲突吗? 绝对是的。 海格格尔认为, 技术时代的最大危险在于我们从未选择过, 也从未决定过我们的存在方式, 但这是我们理解自己的方式。 他认为, 这也是保全可能的可能性所在。 引用18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亨德林的话来说, 这意味着这是我们被投身其中并接受过的理解。 它是极为危险的, 如果我们让自己按照这种方式生活下去, 我们将会毁灭自己。 但这也是保全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认识到, 我们从未选择过这种情况, 它是被赋予给我们的, 但我们也被卷入其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超越它, 它是基础, 但也是可以更新的。 他称, 这个基础为没有根据的基础, 它不像一个实体那样存在, 坚固, 稳定, 比如上帝, 它是永恒而不变的。 它总是在更新, 我们总是参与其中。 但是只有像Miles Davis那样聆听的方式, 才是正确参与的方式。 所以, 优化并不是生活的好方式。 如果您认为, 这明显清晰的是相关的价值观, 以至于您甚至没有想过问自己是否正确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那么您会有危险的。 是的, 明白了。 所以, 在这个现代技术时代中, 有一些全面意义上的技术更新正在进行当中, 感觉我的技术领域的同事们其实被那种优化所吸引, 仿佛那能拯救我们, 仿佛真正困扰着我们的就是低效率。 确实如此。 我认为, 如果您思考其他背景下的情况, 就像我们在这方面的独特性一样, 这段历史与任何先前的时期都不同, 以前从来没有人有这种感觉。 但是请想一想, 以前的历史时期也从来没有感到虚无主义。 因此, 我们的处境与那种感觉缺乏依据的事情紧密相连。 以前的历史时期没有经历, 我们所称之为生命力时刻的那种事情是更为自然的。 请考虑他们感受到这种时刻的背景。 他们不是高效, 优化的背景。 想一想希腊人, 如果您读过河马史诗, 那里的世界确实很奇怪。 但是, 其中一个奇怪之处在于, 他们没有被效率和优化所驱动, 唯一似乎贯穿了所有不同的希腊文化的观念是, 如果有陌生人经过, 你最好照顾他们, 因为宙斯是陌生人之神, 宙斯会感到愤怒。 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对吧? 但是他表现出来是什么呢? 奥德修斯试图回家途中, 遇到了船之失事, 被困在了一座海岛上。 他已在海上漂泊十天, 饥饿, 疲惫不堪, 正当他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烦恼时, 他发现了这里的公主希沙, 美丽动人。 他感到非常危险, 如果不赶快获取一些衣服之类的东西, 很可能会被殴打甚至杀害。 于是, 希沙带他去了宫殿, 并为他举行了三天的宴会和庆祝活动, 直到询问他的名字之前都没有问过。 这似乎表明, 在这个时代, 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变得不同寻常, 我们也许无需接受这种方式, 但这暗示了意义所在的地方是多样的。 不一定所有就熟都源自优化和效率。 当然, 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在某些方面体现出这种意义, 但这与其他时刻是相冲突的。 关于休伯特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的问题, 他是您的朋友, 同事, 老师, 不幸已不在人间。 您与他合著的发亮的世界, 读西方经典寻找世俗时代的意义, All things shining, Reading the Western Classics to find meaning in a settler age, 是什么样的? 德雷福斯是谁? 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您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如何通过读经典获得意义? 福特特·德雷福斯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非常重要的哲学家, 于2017年去世, 已经过去四年多。 他是我的老师, 我在1989年到伯克利念研究生时认识了他。 他在美国哲学史上扮演着重要而有趣的角色, 因为在当时大多数美国和英语国家的哲学家不把20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哲学当回事, 而他却很重视。 他成为了海德格尔的最重要的英语解释者。 他是一位不可思议的老师, 他的教学影响了很多人。 作为一名老师, 他惊人的地方之一是将知识渊博与谦虚深刻的权威感结合在了一起。 他会站在300学生的课堂前授课, 因为他教授的课程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爱。 我曾经为他上了很多年的课, 他会说, 我已经读了这本书40年了, 但你们问的问题我从未想过。 这是真的, 他总能从学生的发言中发现出新奇和意外之处。 这就是谦虚, 聆听世界的声音。 他总是能够被别人说的话所惊艳, 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 对于那些不是通过他的文字解释而认识他的人, 他的影响力体现在他的存在感和他在生活中的表现上。 总之, 这就是他。 我作为一个研究生毕业多年, 我开始的时候不是学哲学, 我学习数学, 计算机科学, 后来我还在计算神经科学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这是一段迷人的旅程。 我相信我会通过我们友好的人工智能谈话, 和你一起探讨关于人类思维哲学方面的问题。 你对人工智能之所以感兴趣, 根本原因在于你对人类思维哲学的好奇, 通过对Mind的工程化研究。 没错, 这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Fort, 我之所以被他所吸引, 其实是因为他批判了70年代和80年代所称的传统符号AI。 作为一名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 以及一位计算神经科学的从业者, 我来到了伯克利。 我注意到你采访了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领域里的。 我本科时在布朗大学有一位老师叫Jim Anderson, 他与Jeff Hinton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神经网络的大书。 所以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但对传统的人工智能, 比如LIFS编程和80年代的那些东西就不太感兴趣了。 因为当你让系统做某件事时, 突然间这成为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解决了问题就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再有趣。 没错,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伯克批判了符号人工智能, 他称之为好老师人工智能GoFI。 我被他的批评所吸引, 因为我觉得这个项目缺少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只是感觉缺失了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所有论点都来自他对这种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传统的阅读。 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去理解这些人在说什么。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 并用了我很长时间。 但正是因为Burt, 我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 我对他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最终, 我们合作写了一本书, 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 是的, 我们在2011年出版了光芒万丈的一切。 如果不是因为Burt, 我绝对没有勇气去尝试写这本书, 因为它实际上是关于西方伟大文学史中的作品, 从荷马, 维吉尔和弹丁到梅尔维尔, 其中有一章是关于梅尔维尔的, 还有一个大章节是关于Burt根本不关心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 而我对他十分着迷。 因此, 与他合作写这本书时, 学习那种思考方式是一次令人惊异的经历。 要承认的是, 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缺陷之一, 就是我从未读完过白经济或梅尔维尔的任何作品。 所以, 在我们谈到我已阅读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之前, 您可以评论一下这些经典作品中一些意义的源泉吗? 好的, 所以我认为, 白经济是十九世纪另一部伟大的小说。 卡拉玛佐夫兄弟和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俄罗斯东正教存在主义的一种解释。 你如何在这种方式下生活, 并且从中找到快乐? 白经济根本不涉及基督教。 他似乎是以这样的观察开始的, 伊舍梅尔所熟悉的基督教形式已经破碎了, 他在他的生活中行不通。 他必须离开他, 必须出海寻找所需要的东西。 伊舍梅尔是船长, 古京船船长。 所以, 他不是那个船长, 那是亚哈。 亚哈是船长。 对, 没错。 让我退后一步。 这本书的著名开头是, 叫我伊舍梅尔。 伊舍梅尔是这本书的主角。 他是一个无名小卒, 就像你和我一样。 他是每天的小人物。 他在船上不是最低的, 但肯定不是最高的。 他就在中间。 他被命名为伊舍梅尔, 这很有趣, 因为伊舍梅尔是旧约中亚伯拉罕的私生子。 我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是伊斯兰教起源的一个。 所以, 伊斯兰教像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 是亚伯拉罕宗教, 但犹太教和基督教通过亚伯拉罕的所谓合法儿子, 以撒来追溯他们的血统。 而伊舍梅尔是亚伯拉罕和女友所生的另一个儿子, 他显然与基督教有所不同。 他的名字是以亚伯拉罕非基督教徒的儿子命名的。 这本书以他描述的这种像黑暗的雾蒙蒙的十一月情绪为开头。 他走在街上, 被他的忧郁所克服, 我记不清他用了什么词, 但他称之为hypos。 他情绪低落, 沮丧, 事情不顺利。 他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他报名参加了这次补经旅程, 与这位名叫艾哈布的船长同行。 这位船长极具魅力, 但又深深地让人不安。 他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船长, 想要捕鲸, 想要获得鲸鱼。 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用鱼叉刺中这些鲸鱼, 然后将它们带回去, 出售鲸汁和鲸油等物品。 所以他是富有的, 他是有名的, 他是有权威的人物。 他对于捕获一头叫做白鲸的鲸鱼, 有着狂热的追求。 这是一头巨大的, 洁白的,最具威胁性的鲸鱼。 艾哈布想要捕获他, 因为几年前, 他曾经与白鲸发生过冲突, 而白鲸咬断了他的腿。 虽然他活了下来, 但在那次事件之后, 他有了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 他需要找到这次遭遇的意义, 我的痛苦是什么意义? 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折磨? 我是谁, 以至于这个世界和白鲸这样的庞然大物, 要这样对待我。 所以, 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去捕鲸, 而是通过捕鲸, 与他的折磨者, 白鲸展开对抗, 找出宇宙的意义所在。 而这次对抗非常奇怪, 因为梅尔维尔指出, 鲸鱼的脸很大, 前额也很大, 眼睛却长在他们身体的侧面, 所以, 你永远无法面对面地看到他们的眼睛。 这有点像上帝的比喻, 就是你永远不能直视上帝的面容。 这是有关上帝的传统说法。 但艾哈布想要这样做。 他说, 他有一个纸板面具, 但他会穿透这个面具, 看到面具背后的东西。 因此, 伊斯梅尔卷入了这场冒险之中, 他想要补鲸, 只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或许, 这能使他的情绪好转。 他结交了这位名叫奎克格的人。 而昆基格是个异教徒, 来自南太平洋一个岛屿。 他浑身布满纹身, 从头到脚五颜六色, 以至于伊舍梅尔说, 他身上每一种不同的颜色, 都是这些纹身。 他说, 那些纹身是他文化中对宇宙永恒奥秘的理解, 刻在他身上的文字。 昆基格完全不是基督徒, 但他的力量却与阿哈国截然不同。 他应该是国王, 是国王的儿子, 可能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如果他在家的话, 他会成为国王。 但他也在旅途中, 试图弄明白自己是谁, 然后再回去领导他的人民。 他是一个鱼插手, 是船上最勇敢的人之一。 他身上镇刻着宇宙的神秘符号, 但没有人能够理解。 通过与昆基格的交往, 伊舍梅尔渐渐理解了人生的意义, 这也是白经济的精髓所在。 另外还有一本书, 我读过的, 很有趣, 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也有相似的主题, 但更加个人化, 更具专注性, 也就是说, 他与神无关。 几乎可以将其视为白经济的存在主义版。 因此, 这本书比较短, 远不及白经济长。 海明威精于此道, 你说, 你是否发现了这两本书之间的共通之处, 以及对老人与海的兴趣。 我读过《老人与海》还是在九年级, 比源泉还要早得多, 所以, 我并不知道我们会谈论到那里。 但我认为, 海明威很有趣, 她提出, 我们必须面对生命中的危险和困难, 我们必须在自己内心培养一种勇气和男子气概。 我认为这非常有意义。 她支持冒险,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现在我没有全力这么说,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读过她了, 我感觉似乎没有怎么体现她的悲剧性。 也许有吧, 这是一本忧伤的小说吗? 我甚至不记得了。 不, 她, 我是说, 她有像卡妙的陌生人那样的感觉。 她有一种这就是生活的感觉。 她更多的关注年老和你, 不再是年轻时那个人的感觉, 就像这就是时间的流逝。 然后时间的流逝已经你变老, 这是最后的一条鱼。 它不太像, 这就是那条鱼, 更多的是, 这是最后的一条鱼。 问, 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的我是谁? 这条鱼能帮助你充分回答这个问题。 太棒了。 但这只是一条鱼, 也就是所有其他鱼一样。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对于亚哈来说, 没有什么鱼比白经更重要了。 它必须是最大, 最强, 最折磨人的。 它必须是那个与你有历史渊源的, 令你受辱的那个。 白经济是一段喧嚣而惊险的旅程。 那么, 戴维福斯特华来士呢? 他为什么对你在这个世俗的时代中, 寻找意义如此重要? 好的, 所以, 我只是想结束白经济这件事。 我认为, 梅尔维尔有趣的地方在于, 他认为, 我们的救赎不在于我们与依神论或基督教建立正确的关系, 而在于我们与多神论建立正确的关系, 也就是认识到, 我们的存在并没有统一的意义, 而是由无数个小的意义组成, 它们并不相符。 有时候像河马一样, 有时候你会坠入爱河。 海伦爱上了帕里斯, 他们做了疯狂的事情, 他们逃走了, 特洛伊战争就开始了。 有时候你会陷入一种战斗的狂怒之中。 爱情是阿弗洛迪推的世界, 战斗的狂怒是阿瑞斯的领域,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它们甚至没有什么关系, 只有一种家庭的相似之处, 但不多。 大多数情况下, 你只是处在不同的本地意义世界中。 穆尔维尔似乎认为, 我们可以追求古老的欢快五月节省, 并将它们热情地庇佑在现在自我为中心的天空 和不再充满意义的山丘之上。 这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山丘带有特殊意义, 天空不过是我们用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等学科研究的一些东西的世界。 但它们曾经令人敬畏, 而我们必须想办法与它们建立关系, 但不能通过试图通过养成写在身上的习惯和做法 来赋予我们存在的统一性。 所以, 他的作品涉及到了犹太基督教的终结和罗马对其接纳。 华埃是引人入胜之处在于, 他是当代世界的伟大观察家。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作家,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作家。 但他认为当代世界的核心是不断的娱乐诱惑。 这是与海德格尔有关效率和优化的故事不同的故事, 但它是他的另一面。 这种诱惑将我们从什么中分心? 能力更高效。 因此, 你会被诱惑去看一些愚蠢的电影或电视节目或一些无聊且不是很有趣的东西, 但你会将这种诱惑解读为一种诱惑, 因为它会使你远离优化你的存在。 因此, 我认为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我认为他在描述这一点时非常出色。 我认为他认为这是一个绝望的处境, 是我们需要面对和摆脱的东西, 而他的角色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有两个不同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其中一个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自杀了, 这非常令人悲伤。 他的情况显然有生理基础。 他知道这一点, 他服用药物治疗了几十年, 做过多次电机疗法,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伤的故事。 当我决定要写关于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东西时, 我最担心的是他自杀的动机是否是因为他的生理状况。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能想象得出来, 他痴迷于我们需要做什么, 才能实现救赎, 过好生活, 让生命有价值的状态。 而最终, 他显然觉得自己无法做到。 除了生理方面的因素, 可能大部分原因, 对我而言, 问题是, 你能否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认为我们需要做, 却又认为我们做不到的事物? 他谈到这个问题的语气, 似乎也是他的困难所在。 这是他的一面, 我确实想找到他。 我认为他还有另一面, 非常不同, 但你即将问些什么? 不, 拜托, 另一面是什么? 我的章节主要写了, 我认为它视为我们的救赎可能性的内容。 他认为, 我们的救赎可能性在于, 我们有自由去解读任何情境, 那对他来说是问题吗? 他说, 看, 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你对世界感到恼怒, 某辆大型SUV在高速公路上割了你一道, 你生气了, 可能会用手指或其他方式表示愤怒, 但实际上, 你生气的原因是基于一种假设, 这个假设是那个行为是针对你的, 就好像你是宇宙的中心一样, 你不应该这么假设, 而摆脱这种想法的方法, 他说, 是要认识到可能那不是针对你的行动, 也许那个人正匆忙地前往医院照顾患有癌症, 并在那里受苦的垂危配偶, 或者他正在赶路去接一个生病的孩子, 或者他正在, 这不是有针对性的行动, 那是你的假设, 不是情境中固有的东西, 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有趣之处, 有一些是正确的, 同时, 我不认为他说的好像我们可以随意杜撰这些故事, 而它们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们解放了我们的思维定势, 我认为, 只有这些故事是真实的, 才能真正解放我们, 就像有时候, 那个人确实是针对你的, 那是情境的一部分, 你不能假装他不是情境的一部分, 你必须找到处理该情境的正确方式, 所以, 你必须听取发生的事情, 然后找出如何解决他的方法, 我认为, 他认为我们有太多自由了, 他认为, 你不必听从情境, 你可以随意编造故事, 我认为这实在太难了, 我不认为我们有那种自由, 他曾写过一些非常感人的信件, 当他试图写苍白王这部未完成的小说时, 在小说的中心人物之一, 是一个做可能最无聊的事情的人, 他是一名美国国税局的税务审查员, 他在审核其他人的纳税申报表, 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否遵守规定, 光是想到每天要做这件事情就令人恐惧, 他把这个人放在了一个无限延伸的巨大仓库里, 在那里, 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坐在办公桌前, 没人认识你, 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任务, 所以他在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做着无聊的事情, 这一定会让人极度无聊, 现在主角正在努力自学如何做到这一点, 问题是你如何忍受无聊呢? 你如何应对这种毫无意义的冲击? 而主角能够以如此幸福的状态面对这种条件, 以至于他在查看别人的纳税申报表时, 实际上会因为幸福而漂浮起来, 这是我认为沃拉斯必须想象, 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的事情的比喻, 我认为这是无法生存的, 我认为这不是我们可以实现的报复, 我认为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实现的东西, 我们可以实现的另一件事, 我认为他也知道, 但不经常写的是在某些伟大事件发生时, 在一个场合中达到高峰时刻, 他在一篇关于罗杰费德勒的文章中写到了这一点, 他喜欢网球, 你是网球爱好者吗? 我不是网球爱好者, 但我打了15年网球等等, 我没有像人们喜欢棒球那样喜欢他, 但我看到了他的美和艺术性, 我只是喜欢他做一项运动, 好的, 好的, 我没怎么打过网球, 但我小时候偶尔会打球, 我一直觉得看网球比较无聊, 但是, 读了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关于罗杰费德勒的文章后, 你会想, 哇, 我错过了什么? 这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 名为罗杰费德勒, 就如同宗教经验, 哦, 哇, 原来是这样, 他说, 看到一个有着我们一样的身体, 并以身体作为限制的人, 其痛苦, 疼痛和筋疲力尽的景象, 是令人惊叹的, 这就是最终会死去的东西, 所以,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我的意思是, 拥有身体也有快乐之处, 比如, 如果你没有身体, 就不会有性生活, 如果你没有身体, 就不会有身体的兴奋等等, 但是, 拥有身体本质上是一种限制, 当你看到某个拥有身体, 并极其擅长使用身体的人时, 你可以认识到, 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限制, 当我们看费德勒或其他伟大的运动员, 做一些超越身体限制的事情时, 我们能得到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这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巅峰体验, 也可能是一种救赎,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故事,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拯救它, 但我觉得, 我希望它更多地发展这方面的故事情节, 我们能谈谈, 首先让我评论一下, 我非常感激你说, 你要说点什么, 你听我讲话, 这令人惊奇, 因为你关心其他人类, 我真的很感激, 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倾听世界, 这是一种对我们所谈论的许多事情的原评论, 但是, 你提到了关于悬浮和无限无聊任务的对比, 这与在打网球这样的极佳成就上, 悬浮是相似的, 我经常说,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听到大卫福斯特华莱士说过这句话, 但他说生命的关键是要无聊, 这是这种哲学的体现, 当人们问我建议时, 年轻的学生们, 我并不觉得这个问题有趣, 我不觉得这个问题有趣, 我该如何找到自己热情的事物, 这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究, 因为你可能会发现这并不可行, 也就是说, 要无聊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建议通常是生命很美好, 你应该努力发现一切事物中的快乐和悬浮感, 你可能会卡住在某件事上很长时间, 而那也许就是你应该坚持的事情, 但是一切都应该充满喜悦, 所以抱着生命很无聊的心态是会阻止你发现那些能给你深层次意义和喜悦的事物的, 但你又说了, 要无聊是不可能的, 好的, 很棒的问题, 深刻的问题, 你可能会认为, 由我和伯特共同写作的一切都闪耀着光芒, 这本书的题目, 意味着我认为所有事物都在闪耀, 但实际上, 我认为做到不无聊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 我确信你是对的, 很多时候, 当人们对某件事感到无聊, 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去尝试, 而我也确实认为, 让人们对某件事感到无聊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关注, 没有认真倾听,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个深刻的见解, 另一方面, 这种洞察力的完美形式是, 任何事物都不会比快乐更少, 我确实认为, 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梅尔维尔两位作家, 在不同的方式上都认同这一点, 即生命包含广泛的情绪, 而且它们都是重要的, 它包括悲伤, 我认为, 当某个人去世时, 悲伤是合适的, 这并不是因为起初悲伤是喜悦的, 而是因为它让你在经历相反情感时, 更加感受到快乐, 只有我们能够对情境有广泛的激情反应, 我才认为, 意义才会如此有意义, 所以, 梅尔维尔再次提到这种兴趣点, 比如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内疚和悲伤, 阿辽莎失去了他的导师佐西玛神父, 他在悲伤中很重要, 他通过悲伤而有了宗教上的转化, 在悲伤中看到了一切事物的深刻之处, 而不是通过回避悲伤, 而梅尔维尔则说了一些类似于伊舍梅尔这样的话, 他说, 我就像是卡茨基尔山的老鹰, 飞在离地很高的地方, 穿过山峰, 下到山谷, 我有这些高潮和低谷, 但它们都被赋予了某种意义, 它们都发生在极高的高度, 因为我是穿过山脉飞行, 即使我落下来了, 也是一种上升的方式, 但实际上是下降的, 只是因为它让上升变得更高了, 好吧, 我猜优越主义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 例如, 我倾向于将悲伤, 失去爱做是爱的一部分, 因为它庆祝了你拥有爱是丰富的感觉, 所以, 这都是同一种经历的一部分, 但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无聊的优化问题, 那么, 这本身就可能是破坏性的, 我在互联网上听了一次David Foster Wallace的采访, 那里有一个外国口音的记者在问他问题, 我认为有某种口音, 德国语或者其他语言, 我不知道, 它令人感到非常人性化, 我们正在谈论倾听, 如果我可以说, 这位记者起初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 他走进来做了通常的新闻事情, 提出了一些通用的问题和非常基本的问题, 但是, 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他感现出了一些东西, 他是如此敏感, 对他和对于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思考和行动的人也是如此敏感, 这画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人们应该去看一看, 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们没有得到其他思想家这样的画像, 我们正在谈论的所有人, 只有这种几乎偶然的看到这个人的视角, 我不知道, 他是一个美丽的视角, 我猜这样的人并不多, 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如此, 是的, 我认为他不仅仅是他的写作能力, 他的情感非常出众, 他发展了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 我认为这是他对他人和他要关注的事物的敏感性,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 我认为那是一篇叫做我将永远不会做的非常有趣的事情的文章, 你知道那个关于邮轮的典故吗? 我认为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只四处走动的眼球, 而且他非常擅长这个, 但我也担心这反映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身上, 伊凡,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一部分,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在学校里念书时, 他通过去城里发生悲剧事件的地方挣钱, 总是第一个到达并记录下所发生的事情, 给出令人信服的描述, 然后签署目击者已是真实性, 就像伊凡对自己的生活的理解是他注定要成为他的见证人一样, 他注定要看到别人, 但不参与其中, 他从未试图阻止坏事的发生, 他只是希望在他看到他们时报道他们,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孤立的人物, 这种孤立来自他与他人的隔绝和不能够爱他人的愿望, 因为这将会让他变得依恋某些人, 我认为这是导致他状况的根源, 此外, 我认为现在许多人都有一种追求孤立的趋势, 你在地下人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只是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拿走, 因为你不想承担与他人相处的责任, 我认为这种行为很危险, 当然, 敏锐的感知世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快乐的源泉, 你所说的那种方式也许是孤立的, 就像达尔文研究岛上的新物种一样, 你不想干涉他, 你发现他非常美丽, 以至于你不想干扰他的美丽, 这就使你有点孤立, 发现自己深深孤单, 远离带给你快乐的经历, 这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真是有趣, 因为在他的案例中, 当然, 他大脑中的一些化学物质起了作用, 但其中一些是他的人生哲学让他失望了, 尼采也是如此, 凝视深渊是危险的, 您的工作很困难, 因为哲学会改变您, 直到您改变并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之前, 您可能不知道他是如何改变您的, 您在MIT Tech Review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称AI不能成为艺术家, 创造力始终是一种人类努力, 您提到了Burt和符号AI的批评, 您能否解释一下对我们的机器人朋友进行审查的艺术和创造力可能性的看法? 是的, 我可以尝试, 所以要提出论据, 必须考虑什么算是艺术, 什么算是创造性的艺术行为, 我认为仅仅做一些新的东西是不够的, 我们说好的艺术是原创的, 但并非所有从未做过的事情都是好的艺术, 因此必须有更多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做一些新的东西, 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以能够与观众或至少与部分观众交流的方式, 进行全新的尝试, 它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全新的尝试, 以使一些看到或与之互动的人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新面貌。 因此, 我认为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抱歉是一种沟通性的行为, 它涉及与他人的关系, 请考虑适用于该工作的条件。 我在那篇文章中谈到了新音乐, 我记不清了, 我想我没有谈论斯特拉文斯基, 但是让我们假设斯特拉文斯基, 斯特拉文斯基演奏了春之记, 引起了骚动。 这是新颖的, 人们很讨厌他, 人们无法, 他听起来像是一片嘈杂声。 它是根据与人们熟悉的音乐作曲原则不同的原则编写的。 因此, 在某些方面, 它是一种失败的交际行为。 但正如尼采所说的, 关于他自己的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 这不是一种失败的交际行为, 只是他还没有到达他的时间。 现在, 这种作曲方式就像出现在迪士尼电影中一样, 它已经成为我们音乐画板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们不会有什么反应, 它改变了我们, 它改变了我们对好音乐的理解方式。 所以, 这是一种深刻的交际行为, 它没有在开头表现出它的交际效果, 但它最终确立了一个新的理解, 即什么算是良好的艺术。 这就是我认为, 良好的艺术可以做到的深度沟通, 它可以改变我们对自己和在某个领域中表现自己的好方式的理解。 你使用了基本上具有社会嵌入性的术语, 这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我看到我对人工智能的热爱, 以及我们可以为世界带来的系统, 这将使世界更有趣, 更生动, 并且丰富人类生活, 其中AI系统是深度社会嵌入的。 这与过去的人工智能历史, 以及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尤其是在技术领域, 围绕人工智能的企业都想要创建像人类的仆人一样的系统, 然后人类去处理所有美丽而凌乱的艺术, 但我认为, 你完全可以将AI系统融合到图片中。 所有的多样性和缺陷, 所有这些都加强了这个东西。 有些人可能会说Alpha Zero类似于Deep Mind的一个系统, 它能够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解决购游戏, 它打败了世界上最好的围棋选手。 但对我来说, 创造力更有趣的一面是它能够用种种奇招, 使得众多的国际象棋大师惊讶不已。 但我认为, 这并不是创造力, 也不是我们所谓社会嵌入的魔法。 它只是揭示了人类发现事物的局限性, 这就像解决数学问题一样。 我认为, 创造力不仅仅是社会嵌入的, 它是交流行为中的一部分, 是互动, 是与文化的舞蹈。 因此, 要让Alpha Zero具有真正的创造力, 就必须将其整合到一个具有推特账户的系统中, 并意识到它对其他大师的歧路的影响。 Alpha Zero最迷人的一点是, 它做了很多高水平国际象棋选手从未做过的事情, 如牺牲棋子, 放弃棋子, 然后等待十个回合才开始反击。 我认为这是一种美, 即通过这个行为, Alpha Zero可以操纵你的心理状态, 让你一会儿感到自己很出色, 一会儿又意识到, 正在对弈的是比你更厉害的Alpha Zero, 这就像风雨前的宁静, 在这种国际象棋比赛中, 创造了一种美妙的心理戏剧。 如果Alpha Zero能识别出自己这个行为的艺术性, 并进一步玩弄你, 那它将成为一件艺术品, 与社会进行完美融合。 我相信Alpha Zero不需要像人类一样理解世界, 它可以拥有不同的视角, 就像孩子对世界的许多方面都一无所知一样, 并无妨碍。 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有缺陷, 理解不足, 但却有着各种有趣的互动方式。 因此, 在我看来, 可以为人工智能创造艺术, 但要像你所说的那样, 在深层次的社会嵌入方式中创造。 好的, 我认为我们是同意的, 但我想强调一下, 让我认为我们是同意的事情, 那就是我认为对于一个社区, 要允许他们通过某种创造性行为, 来认识一种新的, 值得称赞的, 有价值的思考方式, 例如斯特拉文斯基创作时的思考方式, 或者是像其运动中的某个创意, 你必须相信这不是偶然的。 你必须相信斯特拉文斯基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写作, 是因为他接受了当时需要表达的内容。 因此, 你说, 如果只有α0能够通过识别这个需要完成的任务, 那么这样做就是合适的社会嵌入方式。 我认为我同意这一点。 首先, 在一个受限制的领域内, 比如游戏领域, 围棋或国际象棋, 无论哪一种都是可能实现的, 因为如果游戏在某一点结束, 就真的只有有限的可能性, 最终它成了一个组合问题。 显然, α0并没有以组合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那将耗费太多能量, 无法完成, 他会把问题激化。 因此, 他通过另一种有趣的方式, 即模式识别方式来完成它。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丰富的训练经验, 他可能会看到, 其生现在会在未来带来回报。 这里我加上引号, 这是说, 他看中这个步骤的权重值很高, 因为在过去的经验中, 这个步骤确实带来了改善。 在那种有限的背景下, 我认为, 游戏玩家可以信任他, 并且他们会这样说, 他拥有某种权威性, 有些人说Alpha Zero下为其实, 就像是从未来来到了现在一样。 他所做出的极不离奇古怪的, 并且有与众不同的辉煌, 我们无法真正理解, 我们将永远赶不上他。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映射了这个领域, 而这个领域是可映射的, 因为它是一个组合问题。 但是, 在音乐或非有限形式的艺术之类的东西中, 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有点难以理解, 就好像我们信任斯特拉文斯基, 已经认识到了某些需要他以这种方式创作的东西, 这并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看待。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问问系统, 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也可以问问斯特拉文斯基, 你为什么这样做? 也许他会有答案, 但那个时候他就牵扯到一种沟通行为。 我认为很多时候, 艺术家会经常说, 看, 我不能比作品中展现的更好的沟通, 那就是陈述。 是的, 我们人类也不能回答为什么, 但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是, 首先, 语言是有限的, 尤其是表达在推特中。 所以, 它也是一个组合问题。 问题在于, 这个比下棋更难吗? 我认为, 所有解决棋盘问题的方式, 在IBM大栏和AlphaGo, AlphaGo Zero, Alpha Zero第一次处理它时, 都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我认为,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语言和沟通。 我没有看到, 通过做这个播客, 有许多理由说明我所做的每件事, 尤其是做一个数字化的互联网存在, 最终都不能通过AI系统完成。 所以我认为, 我们在认为我们很特殊时, 过于以人类为中心了。 我认为, 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物理空间, 实际上操作触摸和身体语言的魔力, 以及与此紧密融合的音乐, 因为它是通过漫长的进化进程, 深度融入了生活在地球上的感受。 人工智能能够追赶的, 根本不同在于, 我们将进化历史应用到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方式, 网络上的行为方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世界数字化, 你现在处于一个更少受人工智能限制的空间中, 就像我们都从零开始一样。 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你听说过布莱恩·克里斯汀, Brian Christian这个作者吗? 那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 他是一个参加罗伯纳比赛, Lobner Prize的人。 没错, 图灵测试的那个比赛。 我给你讲个故事, 但我认为, 他与你刚说的我们在同一起点有直接关系。 他参加了比赛, 但不是用指带通过图灵测试的程序参赛。 图灵测试有三个人, 一个是评委, 一个是程序, 还有一个是人类。 评委通过提问来决定哪个是电脑, 哪个是人类。 显为人知的是, 这个比赛有两个奖项。 一个是最像人的电脑奖, 也就是赢得最多的电脑。 另一个是最像人类的人奖。 他参加了最像人类的人奖, 并一直赢得这个奖项。 所以他试图思考, 在这个比赛中, 你必须能做什么才能说服评委, 相信你是人类而不是电脑。 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从他的版本中, 我的结论是, 确实随着技术进步, 电脑在这些比赛中越来越胜利了。 但是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种是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像人类, 另一种是, 人类变得越来越像计算机。 他说, 事实上, 我们在这个技术世界里生活的越多, 我们就越像计算机。 他说, 这甚至发生在你不与计算机进行交互的时候。 他说, 你有没有和呼叫中心打电话过? 他们按照脚本进行操作, 这是他们的工作要求。 他们必须按照脚本进行操作, 因为这是他们保住工作的方式。 他们问你问题, 你必须回答。 尽管那是一个人, 但就像你已经不再与一个人交互了, 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通常涉及做出判断, 决策, 处理情况和承担责任的一切。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他的另一面。 科技确实是惊人的, 能够解决各种问题并完成一些奇妙的事情。 但同样的, 我们对此做出了改变。 唯一让我担心的事情是, 我们正在以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 以至于我们所追求的标准也在改变, 朝着高效和优化的方式解决问题方向发展, 而远离我们所称之为生命力或意义的东西。 这就是故事的另一面, 也是令人担忧的方面。 但很可能对于你和我这种古老的恐龙, 我们可能看不到TikTok中的生命力, 数字空间中的生命力。 你可能认为, 我们被拉入了这个过于优化的世界, 但事实上, 这可能是一个打开真正体验生活机会的世界。 想想现在成长的所有人, 他们对生活最初的体验始终是通过数字设备进行的, 虽然不总是, 但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的, 以及我们如何共同进化, 技术正在进化, 人类也在进化, 也许会打开一扇门, 让人类和技术, 人工智能系统作为平等的角色进行互动。 所以, 我现在同意你的观点, 你可能会惊讶, 我竟然同意你的观点, 这正是正确的。 我不想成为那个声称我们的工作是抵制所有这些东西的人, 我不想成为卢德主义者, 那不是我的目标。 重点是要指出, 在至高的危险之中蕴含着救赎的力量, 关键是要与我们是什么的理解, 建立正确的关系, 这样我们才能在其中找到快乐。 我认为, 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即使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很难理解, 也许比你更甚, 我并不是属于正确的一代, 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人。 但我认为, 这必须是正确的方法。 这种方法不是抵制它, 也不是怀旧, 而是试图推动人们进入与之不同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是它控制你并剥夺你物质的关系, 而是你认识到其中一些巨大的快乐。 当我与油腿的机器人互动时, 我看到了魔法, 我就像那个听到音乐的人, 而其他人没有听到。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很想去探索, 因为它几乎就像是未来在说话, 我试图去听它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还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嗯, 我当然可以理解你对此的热情。 过去, 这些曾经是我觉得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虽然我的观点已经改变, 而且我也不再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 但我现在并没有排斥这些。 但我认为, 弄清楚这种反应的本质很有趣。 我们在一个世俗的时代中, 谈论了很多关于意义的问题, 但让我问你这个非常大而荒唐的问题, 几乎太大了。 这个东西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把最简单的问题留到最后吗? 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 有一些特质是我们身上的, 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传统上说和哲学传统, 甚至在AI传统中, 都是柏拉图以来哲学表现的一种形式。 传统上说, 我们的特征是, 我们的理性, 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物, 我们是思考者。 我认为, 这当然是我们的一部分特征。 但我认为, 它不止于此。 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同时体验到我们存在中, 所有有意义之物的完全和彻底的无根基性和真正的意义。 这听起来像是矛盾的。 它怎么可能真正有意义而不是基于任何东西呢? 但我认为, 这就是某种方式表现我们的矛盾。 我认为我们是那个必须将这个奇怪的神秘放在我们面前, 并活在它的光芒中的存在。 这就是我认为真正核心的东西。 那么, 我们该如何做呢? 我会说一件事。 我从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身上学到了这一点。 他现在住在蒙大拿州, 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蒙大拿州教书。 我现在对我的哈佛学生们说这句话。 他说, 你应该希望你的人生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你可以说, 没有地方比这更好, 没有事情比这更值得做, 没有人比这更好相处, 而且我将会好好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能努力让自己的人生充满这样的时刻, 那他就会是有意义的。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生命的意义, 但我认为, 如果你能抓住他, 他将有助于澄清我们发现自己处于的这种神秘和离奇的境地。 肖恩, 这次谈话非常不错, 这四个要求对我来说肯定得到了满足。 从这个角度看,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我将铭记在心。 非常感谢您, 很荣幸能够和您共度宝贵的时间。 这真的太棒了, 谢谢您。 感谢您邀请我, Lex。 我真的非常非常享受这次经历, 感谢您收听与肖恩凯莉的对话。 如需支持此播客, 请查看描述中的赞助商。 现在, 让我用阿尔贝加妙的话送给您一些话, 在严冬里, 我终于学会了那满含无敌夏日的力量藏在我内心深处。 感谢您的聆听, 并希望下次能再见到您。